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了第二季啊 其实这么成功的班底 你要怎么把他们扣回来 他们现在那个棋应该很难 很难瞧 很难瞧 但是要讲一件事就是不用他抠 我们自己先把他留下来 很少听到那个演员要先说导演赶快 而且你们会不会吹他剧本 都不吹你们刚刚讲说让他开始好好的 只要确定要拍我就把他留下来 你什么时候拍我们就来瞧 阿申哥咧 差不多跟扫木一样 什么意思 你打电话说 今年什么时候起来 老大说过年团圆棒 也是有人过年在扫木的 对 对 因为全家人都在嘛 盛中追缘 对 对 那七四也不错 没筋没去吃百里 对吗 那其实在俗女系列当中 我觉得这次的背景 来到小嘉林上国中 国中 1980年代这个背景当中 其实我们这一排都有经历过那个 春朴的美好的时代 就差不多 差不多 我小时候的感觉 所以包含了里面也有那个郭富城啊 卡带啊 都有都有 对啊 还要去看Michael Jackson演唱会啊 没错 这是导演你的这个童年之意吗 应该几乎都是我们童年编剧 共同的 对 共同的 演起来会不会觉得 啊有点那个 还演当时的那个美好时光 我觉得蛮有趣是 其实真的对我们当时小时候是很痛苦的 你是说 国中 国中考试其实我很痛苦 对啊 升学压力很大欸 对 然后我们数学那么烂 我也是 你只有数学烂 数学最烂 最烂 烂死了 我是只有音乐跟体育还不错 其他都不好 啊主声歌呢 哎呀 好歹你每年就是在学校 我连学校都没 哈哈哈哈 哎我是说真的 是学校为常于无误 没有因为我小时候身体就不好 我国中都在医院度过的 我真是没有在上课的 嗯 所以 所以剧本里面提到的所有的 所有的社会 时事 流行 音乐 你保障看得到的 新闻听得到的 广播听得到我都听过 因为住院太无聊 除了看电视 就听广播看报纸 哇 所以造就了你那个 广播的这种 即兴而来的那种 就是 可能是这样才会有美乐打相机 对 哈哈哈哈 第一集那是我跟你讲 因为导演他就说反正要有一段广播 他就写大概的 对 然后他说你其他自己掰 然后我就说 欸我想到以前小时候真的有美乐打相机 对 所以我才编那一段出来 我妈真的买过啊 你那个真的很健康 我跟你讲 我都会想到以前 阿公会听那个AM的那种 没有啊 没有啊 对我下面讲这一段就不要 不要剪进去了 什么 想说想想就不想 每晚太太 我那天有像没有 那会比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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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这样 阿公啊 放流 滴到的 有没有看到 是同一个年代的 信守一年来 对啊 真的是这样啊 都有听过阿公的那个 我跟你讲 不是泌尿系统 啊不然就眼睛 对 人目的方圆嘛 而且还有那个聊天 以前那疼欧露天那一种 对 对 要用干 要用干 要好 年轻就是五倍 再度以这条线为主 我们现场那些crew 你看他们那些年轻人 通通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不是没听过 所以你看我们以前真的是有很多 从小陪伴我们的这些娱乐园住在 那也透过了淑女2 让我们真的是回味无穷